嗨,大家好,我是Tracy 我原本住的地方叫怡保,是个小镇 毕业后我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那里认识了两位男同事 一位叫家豪,一位叫老大 我称他为老大是因为他比我年长五年 才认识几个月,大家都谈得来 都认为不应该在这家小公司浪费时间 所以大家商量好就决定来到马来西亚首都 吉隆坡这个大城市 我现在35岁 当初21岁,我离开了生活以20年的地方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老大说以托朋友帮我们找到了工作 还有他的女朋友也是在吉隆坡工作多年 所以我们就会住在他女朋友租的那间房子那里住 我选择最小的房间 刚好可以放得下一张小床还有衣柜 我先缴付了三个月的租金定金 剩下的就只有吃饭钱了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很顺利 隔天我们就到老大朋友介绍的公司去上班 和我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到了公司就被带到一个大厅 大厅里用播音器很大声的播着流行歌曲 那里已经有好几十个人站在那里 像等明星一样 那里没有语字,前面就设置一个麦克风 过了不久主持人到了 演讲了一下,就带动大家跟着流行曲跳起舞来 我当时的感觉是 什么? 我乘坐了两个小时半的车程 从小镇来到城市 几乎用完身上所有的钱 然后来到办公楼的第一件事就是 跳舞 舞跳完后音乐关了 主持人又开始说话了 我以为震惊的时刻就是现在 他问大家 今天可以做多少业绩啊 大家都挥动自己的手 说出自己的答案 唯独我们三个站在那里 不知所措 好啦,早会开完啦 大家都各自去拼业绩了 尴尬场面终于结束 老大的朋友才开始和我们讲解工作性质 这一份工作是销售宽频Broadband 就是说你要安装订阅这个东西 你才可以有上网的服务 在14-15年前 马来西亚不是每家每户 都有用宽频 那时候也还没有有智能手机 我问他薪金是多少 他说是无底薪 只靠佣金 就是说卖到才有钱 我担心如果我卖不到的话 连吃饭钱都没有了 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 老大没有提前和我们说 这份工作是无底薪 有一种上当的感觉 老大他自己当然不担心 因为他本身就有点钱 也有几年的销售经验 以前的销售不像现在这样 可以上网成交的 我是热塞雨林 挨家挨户去问人家要不要安装宽品 人家一样的眼光以为我是骗子 有时候还会遇到凶的狗狗 一个月过去了 我没有卖出半个 连吃饭钱都没有了 就厚着脸皮和老大借钱吃饭 给租金的日子又到了 我和老大说再给我一点时间去找别的工作 赚到钱马上还 还好很快的找到下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只要你不是哑巴 他都会请你 是著名酒店的电话客服 这家酒店是每个游客来到马来西亚必去的地方 我们每天要处理预定房间的订单 是多到你无法想象的 我们被规定每天要加班多两个小时 工作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的八点 当然额外的两个小时是有加班费 再另外补贴交通费还有食物津贴 现在才踏踏实实有了像样的工作 在办公楼上班 有培训有真正的同事 我每天需要接一百多通的电话 就是说工作十二个小时 减去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十一个小时我都在接电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和朋友聊天十一个小时 是什么样的状况 公司有很先进的监控系统 从系统里可以看到你去了几厕厕所 还有监控可以看到你电脑荧幕的画面 就是说你的滑鼠移动 按什么键上什么网站 全部都会有录像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有录音 我们接电话是直接带上耳机的 中间根本没有停顿的时间 这里电话一挂下一通电话就进来了 同一时间荧幕会显示客户需要沟通的语言 有三种语言 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在切换语言 你以为客户打电话来吃预定酒店房间 这么简单客户大小时都会打电话来投诉 在这样被监控的工作环境已经很压力了 客户又无理取闹 还有我需要承担两个小时的交通工具 才可以抵达公司 登巴士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以前没有智能手机可以消磨时间 我只能傻傻站在那里等 有时候还要等上一个小时 还要转地铁才可以抵达公司 天哪 早上天微亮我已经出门了 晚上十点我才回到家 有一次比较夜回家 还遇到偷窥狂 吓死我了 这样子的日子 我过了九个月 心力交瘁 我找下一份工作去了 现在回想起 21岁就跟随 才认识不久的两位男性朋友 来到陌生的城市 其实是很危险的呀 来到城市又不知道怎么样找工作 开始了一份无底型的工作 还好没有饿事 来到城市也认识不少男性朋友 其中一位最后脸皮不断约我出去 和我一起住的朋友都说 最好不要服约 因为城市人都比较狡猾 这个男的现在是我的老公 我没有后悔来到城市 因为所有的经历造就现在的我 如果你也有无知无畏的故事 我也想知道 请留言给我 谢谢 拜拜